Hello world,欢迎来到ONTYPE 对呀,我是工程师,我是凯欣玲 这集是胎业动电脑的第二集 如果你还没看过这个系列的话 这个系列是专门在分享 女工程师、女电脑科学家 在Computer Science这个领域的贡献跟成就 目的就是要推广说 女性在电脑科学中并不是外来者 也不是新来的 而我们写下了许多电脑科学的历史 也是让它进化的一大动力 上一集我被讲说就是讲话太凶了 所以我只是 就是还没有很习惯自己对着镜头讲话 所以比较少笑 对,那这一集我会尽量就是 开心一点 哇! 那上一集我们提到了 这世界上第一群coders 全部都是女性 那还记得我们说programmer 这个工作本来是被当成低薪低阶的工作吗 因为当时人们觉得说 写程式就跟编织煮饭很像 就是需要很多的耐心跟规划 然后因为对女性有很多的刻板印象 就觉得说 这个工作就是适合女人的 然后因为适合女人 所以他们也觉得 这是一个低薪低阶的工作 Grace Hopper曾经说到 It's just like planning a dinner You have to plan ahead and schedule everything So it's ready when you need it Programming requires patience and the ability to handle detail Women are natural at computer programming 那为什么我们要提到Grace Hopper呢 就是她的名字听起来很像 炸萌吗 草里面跳那个 就是算像这个 但是她是非常非常非常伟大的一个 女电脑科学家 她被称为电脑科学之母 And people call her amazing grace 在这个大家都看不起programmer's的这个时代 Grace Hopper呢 她就是非常利用这个大众的刻板印象 然后就是让更多女性能够进入这个领域 进入这个职业 那Grace Hopper她完全就是颠覆大众刻板印象的例子 她是compilers的发明者 在电脑程式语言 还有就是推广电脑科学中有很大的贡献 除此之外 她就是个文物双全的人 她在美国海军有非常杰出的表现 那我们赶快来认识Grace Hopper吧 Grace Hopper呢 她出生于1906年12月9号 然后在美国纽约市 她是90岁 就是她从小就是很聪明嘛 她在七岁的时候就自己摸索出闹钟是如何运作的 不是讲说怎么看闹钟 我是说就是 她里面那个齿轮是怎么运作的 她为了要研究这个 她就是找了七个闹钟要来拆解 被妈妈发现 然后这个妈妈非常非常的明智 就是一个很棒的妈妈 因为她把六个闹钟拿走了 然后给她一个就是让她去慢慢拆 我觉得这个妈妈真的很棒 然后她在16岁的时候就是有想要提早申请进入Vassar College 那可是被拒绝了 对没有你想的就是那么顺利 她有被拒绝一次 但是她17岁的时候就被录取 对还是比我们早啊 然后从Vassar大学 获得了物理跟数学的双学士 然后也是Phi Beta Kappa的成员 我突然觉得好荣幸喔 之后呢她在耶鲁大学获得了数学的硕士跟博士学位 那读完博士后她也去Vassar教数学 然后在那边当副教授 那讲到这边其实 你有没有发现她根本就没有碰到电脑 那Grace Harper她是怎么碰到电脑的呢 就是这个必须要讲到她怎么进入海军的 那Grace Harper她就是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因为非常非常热爱她的国家 所以她就决定要进入海军 那申请海军的时候就被拒绝了 第一个是因为她实在是太瘦小 就是当时成为海军最少要54公斤 可是她只有47.2公斤 超瘦 而且因为她已经读完博士了 所以她的年纪比一般会入军队的人年纪大很多 所以她就没有被录取 那她也没有放弃 她就决定参加了United States Naval Reserves 那进入这个也没有比正式的海军更简单 因为你要进入Naval Reserves 你必须要有在25到30岁之间 你要有2020 Vision 就是中文就是讲1.2吧 就是很横横的视力 那你还必须要非常会讲话 然后非常有应变能力 就是她的进入门开始也是非常非常高的 那最后她也成功进入了Naval Reserves 就是算是特例 因为她就是太瘦小 那她之后也有继续尝试去加入政治海军 可是也没有成功 虽然没有进入正式海军 但是她的成就完全没有少 那她在进入Naval Reserves之后 成为第一个进入Haffle电脑室 在Mark 1电脑上面编写程式的人 然后也合注了三份关于Mark 1的paper 那她就是因为这样才开始碰到电脑了 而且她一进入的时候 就是她的长官就要求她说 帮这台电脑写使用手册 那她有跟长官说她不知道怎么写 但是长官就是要她写 因为你在海军中你没有别的选择 你就是要听长官的话 她就这样子从头从零开始学 然后就是把这台电脑学会 然后去写这么多的相关文章 然后她也因为这样 然后很自愿的放弃她在Vassar有的教授的质押 继续留在海军中在Haffle 做这个研究Mark 1 Mark 2 Mark 3电脑的project 喝水吧 那你有听过一个term叫做bug吗 我今天修了几个bug 然后我找到几个bug 那这些bug bug的到底是什么 computerbug它就是指说 电脑中不管是软体或是硬体中 一些不预期的错误 那你有想过这个词的由来吗 那这个故事其实很简单也很可爱 就跟他们一样 Thank you 就在以前的电脑 它很大很热 是会有很多很多空间的 所以那些热能就会吸引很多虫 然后虫就会跑进去 然后就常常会造成 这个电脑没办法正常入作 那所以就有一次呢 在Mark 2里面就是 就是有错误 然后Grace她就是有发现说 有一只飞蛾就是卡在了电脑里 所以让这个电脑坏掉了 那那只卡在Mark 2两寸大的飞蛾呢 就在1947年的9月9号下午3点45分 团队用钳子把它从Mark 2的 Relay number 70 Panel F拿出来 然后就这样子把电脑修好 Bug这个词其实在当时就有被用 但是也没有 就是不是一个非常common词 但是因为Grace当时是写 computer lockbook的时候写了 first actual case of bug being found 因为写了这句话之后 这句格用词就一炮了 然后当时呢 他们甚至把那个飞蛾的残骸 就是捡起来 黏在那个computer lockbook里面 那个记录本 跟那些飞蛾的残骸 就一直被保留至尽 那Grace Harper 众多伟大成就的其中一项 就是发明了compiler 那简单说一下 compiler 它就是让人类读得懂的语言 能够转写成电脑读得懂的语言 compiler原本叫做program linker 有了这个就是我们现在 才有可能会有python 才有可能会有java 就是这些可以用英文语句 去叙述诚实的 后来Grace 以资深数学家的身份 进入了这个叫 Acker-Moschi Computer Corporation的组织 那Acker跟Moschi 这个我们上一集有提到 就是他们是发明 ANIAC这台电脑的人 那Grace呢 他在这个地方有了非常大的成就 就是他发明compiler 那他把独立机器程式语言的观念 就是大大的推广 那也因为他的推广 所以引导出了COBO的发明 COBO叫做 Common Business Oriented Language COMBO是一个非常非常早期的 high level programming language 那一直到现在都还有在被使用 那Grace他是在什么契机下想出 compiler这个idea呢 他当时在这间公司 他是在操作一台叫做 UNIVAC Universal Automatic Computer的电脑 那他是世界上第一台大规模的电脑 他的运算能力当然是 比ANIAC 比哈佛那个Mark 1都好 那所以他就在工作中发现说 要是电脑能够直接读得懂人类的话 就能够让科技能够发展得更迅速 所以他就有这个想要让英文能够转写成程式码的想法 那他就跟他的同事提啊 然后结果同事就把他都当疯子 就觉得说就是 就是不可能的啊 机器就是跟人类不一样 他们就是不可能读得懂我们人类的语言 那他的同事就是反对他反对了三年 那后来 我觉得Grace很可爱的就是 他就自我的去写了一份paper 然后就把它发布 所以Grace他就在1952年 发布了这个paper 然后公司因为这样才让他开始做 然后他发布完paper的同一年 他就已经把这个compiler做出来了 就是第一个version的叫做 Operational Link Loader The A to Zero Compiler 我觉得超强耶 就是paper刚发完就可以把它写出来 那Grace就有说 当时根本就没有人相信说 这东西被做出来了 也没有人敢真的去用它 那当时这个compiler 他是能够把数学的运算式转写成机器嘛 就还没有说可以直接将英文转写成机器嘛 所以他就不够满意 所以他就是继续协助研发 所以后来这个公司 他们就研发出了Cobo 那Cobo呢刚刚有提到就是 它是一个非常强大的程式语言 它是一个专门给Data Processor用的程式语言 然后一直到现在都还有在用 那Cobo他就是让电脑可以读得懂 像是subtract tax income from pay 这样的话 他可以直接转写成机器嘛 那因为这样的成就呢 Grace他就成为了 这间公司的director of automatic programming 那有了Grace的带领 这个公司就研发出了很多 以compiler为基础的程式语言 像是mathematic 还有flowmatic 那Grace最大的成就 其实就是有这个idea 然后他去付诸实行 然后去推广 那他就是去popularize这个想法 这个观念 那这边有几句就是Grace 他说过的名言 然后我觉得非常的激励人心 It is much easier to apologize than it is to get permission The most dangerous phrases We have always done it in this way 就是因为他当时被很多人反对嘛 那大家都觉得说 因为我们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做的啊 那为什么我们还要改变呢 但是我们回头看就都知道说 如果没有去改变 没有去做一些以前没有想过的事 就不会有新的突破 好像穿这个人像武林的运动服 那Grace还有一个 另一个我觉得很可爱的发明 就是nanosecond visual aid 就是他把光在不同秒数之间的行走距离 把它visualize 可能光在一个nanosecond 就是奈米秒 奈微秒 反正光在一个nanosecond里面 可能跑技 是这么长 对他就是拿了一个实际物体吧 去表现出来 对我觉得还蛮可爱的 就是 哎呀 阿淳 自己给人录影片太孤单了 所以找阿淳来 那Grace在1966年 也就是他60岁的时候 在never reserve退休 但因为他实在太有能力了 找不到人接替他的工作 所以他就是又被找回去 然后去做电脑圆间的标准化跟沟通 然后又待了19年才退休 等于说他退休的时候已经79岁了 Grace虽然很晚才进入海军 他竟然可以在42年中 从lieutenant爬到rear admiral 就是我对这个位阶也没有很熟 但是rear admiral就是一个 算是海军中最高职位的一个 那他退伍的时候也是 就是当时军中最老的一位成员 你以为他79岁退休之后就没事了吗 你不错 他呢退伍之后呢也没有停职工作 在1991年的时候 成为了National Medal of Technology的第一位女性得奖人 那也是第一个获得Computer Science Men of the Year Award 那也是the first distinguished member of the British Computer Society 反正就是他退伍之后 也是继续做了很多很多很厉害的事 然后得了很多很多很多的奖 在当时那个年代 基本上是不会预期女性会有这样的成就 他虽然有这样的成就之外 他还是很有慈爱的一个人 他一直来都很热用他的知识智慧去帮助别人 然后去带领更多人 变得更好 那Grace已经对这个社会有这么大的贡献 但是他是个非常谦虚的人 他说他对这个社会最大的贡献是去帮助那些年轻人 新的一代 那他是非常非常深爱他的国家 他的一句名言就是 If it's a good idea, go ahead and do it 那我们伟大的Grace Harper 在1992年元旦的时候在睡梦中去世 享年85岁 然后葬于 On Linter National Cemetery With full military honors 过世之后呢 大家都还是惦记着他 过世24年之后 在2016年 美国前总统欧巴马 颁发给他总统自由勋章 然后有很多东西都是以Grace Harper命名的 都是要纪念他 譬如说 Grace Harper's Celebration in Computing 它是一个为女性打造的电脑科学conference 然后他非常非常大 算是最大的conference之一吧 就是都是万人参加 然后我在大学的时候有去过 去的时候真的非常非常震撼 因为你很少可以看到那么多女工城市 就真的很感动 然后像ACM 也就是Association for Computing Machinery 有颁发这个Grace Marie Harper Award 这个奖他只颁发给在35岁以前 对电脑科学有独立重大贡献的人 然后还有USS Harper 你知道他是什么吗 他是一艘海军军舰 对就是非常非常少数的军舰是以女性为命名的 喜欢的话麻烦请给我一个大大的赞 后面还有精彩花絮 千万别错过哟 我觉得其实真的很厉害 因为你要想 我不知道那个时候是怎么样 但是我觉得 读大学的女性一定比较少 那她还可以在17岁 就是正常进入大学的年纪之前 就进入大学 我觉得这也是真的非常厉害 Grace Harper的故事可能跟前面上 上一集讲的可能不太一样 上一集就是世界上第一群programmer 他们就是被埋没了70年 可是Grace Harper她就是好像比较有受到人的阻目 但我觉得她这个过程一定是更艰辛 因为当时那个年代其实我觉得她已经受到了很多挫折 因为女性在那时代就是更不被重视 还能够有那么大的成就 就是得到那么多奖 真的很不可思议 所以她可能本来真正该受到的重视这么多 可是因为那个年代她就被受到这样子的重视 就像当时她就是想做那个compiler的这个idea 没有人去支持 或是她想要进海军也不可以支持 但是我觉得这过程真的是有很多挫折 那希望这一集的分享能够带给你更多的启发 然后让想要认识电脑科学 或是已经在学习着你的很有动力喔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记得一定要按赞分享加订阅 并且开启小铃铛喔 我们下次见 掰 掰 最后来介绍一下这只鱼好了 它是阿蠢 它非常可爱 一看 对 据说它是一种鱼 然后啊 它超可爱的 你看喔 变魔术 它可以吃 叮叮 蟲蟲 超Q的吧 看 Dent 的 by bwd6